天氣繞著華僑城 一邊踩單車一邊看風景都不錯 因為這個區域的規劃十分好 因為兩旁都是樹木 亦有一個比較寬闊的單車道路 一般若是單車道路時 很多樹木都會踩上行陰路 跟客人一起迫擺起 現在這邊做得很寬闊 其實華僑城不是單一個樓盤或屋簷 是一個大的地段 裡面有歌爾夫球場和商場 加上很多不同屋簷 例如在人工戶的水岸 或是天鵝堡 現在這個天氣是偏熱的 今天夏天 但這邊也很通爽 有很多風 所以要踩單車一邊走一邊看風景 是神鵝堡 是神鵝堡 去到前面 亦有些商場可以去買東西吃 喝咖啡 都是度假最不錯的選擇 旁邊也有一些學校 還有幼稚園 在前面 你會看到為居民提供的歌爾夫球場 裡面有兩層的練習場 剛剛那些樹就不會太曬 如果不然曬起來 都是比較熱 所以現在剛剛那種樹蔭之下 加上清風送爽 其實非常舒服的 現在這個時段 那個速遞都少一些 沒有平時吃飯時間那麼多 亦都不需要留意 那些草地車飛來飛去 是否要離開不離 前面的就是寫字樓 做一些大企業的公司 建築物都建得不錯 外觀是非常現代化 有新鮮感的 這一個歌爾夫球場 今天真是天狼氣清的 藍天白衛 在外面就是長間都很快 在外面的管理 有些雙鞋 就在外面的路上 也許會不會有些細菈 它滿胜了 先延避 проблемы 雙鞋 只是要有些少許的方式 就有些少許的方式 在這單車乘車得難得很穩定 又有些少許的方式 比较清楚戈尔夫球場 它是分了兩層在練習 這個場應該屬於練習 不是一邊坐著戈尔夫球車 一邊拿著戈尔夫球桿 逐個洞打 這段平坦都很穩定 前面的新鎖鐵樓 都不是新鎖鐵樓 已經開了很久 在公司運作 一到5點多6點 很多人在下班 在下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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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